好,同学们,现在老师给你的是第十三课一到十面的答案 好,第二面 第三面 第四面 第五面 第六面 第七面 第八面 第九面 第九面 第十面 我们会进入第十一面 今天 第十一面是比较长分题 同学们 这一题是个例子来的 第十一面 这题例子 佔哪一面 为什么浪费那个一面 不给你做练习呢 然后我们看着明白这个例子 接下来这一个最后一个部分 的长分题 你就没有问题了 OK Raja di sebelah menunjukkan sebuah chakra berbentuk bulatan dibahagi kepada empat 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 lunpan OK empat bahagian yang dilabel dengan A, B, C, dan D chakra chakra itu dibutat ok dibutat dan huruf yang ditunjuk oleh pertunjuk semasa chakra berhenti dicatat banner satu model kebalang kalian bagi huruf yang diperolehi OK 好 这个是 有的东西 他给我们的 这个 jadua ok 然后呢 他让我们知道 这一个 转多少次 等等的 OK 好 A 现在啊 你看他的那个答案啊 OK construct吗 他叫你 他叫你 banner satu model kebalang kalian bagi huruf yang diperolehi jadua ok A, B, C, D 每一个占四分之一 他的 kebalang kalian 是四分之一 就是0.25的几率 我可以转到A 0.25的几率 我可以转到B OK 这个就是答案啊 等一下你们也是需要画 jadua的 Jadua disebelah menunjukkan bahagian putaran chakra itu dibahagi untuk mendapat huruf A dalam satu eksperimen untuk mendapat huruf A dalam satu eksperimen membuat satu didaksi didaksi tentang didaksi tentang hubungan antara kebalang kalian theory dan kebalang kalian experimen ok 好 这一个啊 他是说 我可以拿到A的几率 如果我转十次 这个jadua的意思啊 全部都是拿到A 他要A罢了 OK 转十次他有三次的机会拿到A 转一百次他有二十六次的机会 几率拿到A 减一千次才有两百五十三次的机率拿到A 转一万次的时候呢 他只有二千五百零二的机会转到A OK 那现在我们 那个是他的机率吗 我们还没有把他的机率算出来 所以如果你看下面的话 下面就开始算机率了咯 对不对 十 可以转三次吗 所以他的kebalang kalian是0.3 一百次 他转一百次他有二十六次是得到A的 所以他的kebalang kalian是0.26 转一千次 他的kebalang kalian0.253 转一万次他的kebalang kalian0.2502 OK 这一个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咯 我们给他一个kesimpulan啊 kebalang kalianexperiment adalah berbeza tentang kebalang kaliantheory daripada segi 比langan cubaan dalamexperiment 阿Bababila bilangan cubaan 把的kebalang kalianexperiment itu cukup besar Cukup besar就是多 kebalang kalianexperiment itu menghanbi kebalang kaliantheory OK 就是他会很接近 怎么说呢 就是他的足够多 这样啊 我们讲的那个机率 或者是那一个的准确度 就会更高一点点 OK 所以0.3是最笼统的 然后0.26 然后0.253 那最准确的呢 就是你try了1万次 然后呢 你得到 你会转到A的几率是0.2502 我们通常会放在四位数 OK 那这一个呢 在考试里面会出现的 它会需要你们做的 OK 就是benna jadua 然后算出来啊 等等的 OK 好 我们来看后面的练习一下下 我们拿第一题来做example 然后第二题你做 然后几乎呢 那我们加多一个算的 我们就交完了这一刻 OK 再看情况要怎么样的 这里做完它 还是没有这里做完它 OK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 一个箱子里面 它有两枚二十线 三枚五十线 然后呢 它就好像抽奖 这样就拿咯 拿出来 如果我拿到二十线 我就记录二十线 如果拿到五十线 我就记录五十线 然后呢 记录了第一次 我就把我手上拿到的 放回去 赫子里面 然后我再重新抽 OK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建设 OK 可以建设 OK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第一题啊 第一个部分啊 就一个箱子里面 对吗 你们箱子里面用尺 的话啊 我现在不方便用尺嘛 所以我就没有用尺咯 OK 然后 OK了 我也用尺一下了哈 这边呢 就二十三 这边就五十三 这边呢 是我们讲的 Number of trial 就是我们讲的结果 这个是Kerbalan Kalian OK 二十三 总共里面有多少枚金币呢 二 两枚加 两枚加三枚 总共有五枚 我可以拿到二十三的几率 有多高 两枚是五分之二 五分之二就等于零点 四的几率 然后呢 就五分之三 就等于零点六的几率 OK 好 第一个部分搞定了 来到了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比较长了 OK 他要什么呢 他看到 你看到这个Jadua吗 这个Jadua Jadua Di Bawa Mnunju kan Bi Langan Chu Ba An Dan Bi Langan Dui Shiling Dui Blosan Di Bile 他只要二十三罢了 你拿了十次 你有五次的机会拿到 现在你就把那个Kerbalan Kalian 给算出来 如果依照我们前面的 那个 OK 那个图表啦 OK 这个 Let's say 那个这边是十次的 这边是五十次的 这边是二十二百五十次的 这边是五千的 然后十次的什么除什么呢 五除十咯 是等于零点 零点五 OK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多少次呢 二十二 二十二除五十咯 就等于一个数目哦 然后到达 103 103除二百五十 就到达一个数目了 然后 2004 五十四除五千 就等于一个数目了 全部算出来你会发觉说哪一个最准确呢 跟前面的咯 OK 我们讲的比较准确的就我们就就跟前面的啦 啊 那个跟前面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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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系不烂 一样的 前面这个下面的科系不烂 OK 一样的 跟前面这个下面的科系不烂啊 OK 好 然后 就这样你这样子做出来不了 然后你就 给一个的总结 OK 当他的出发案是这样子慢慢变大的时候 所以总结就是 Gepalangkaliang experiment Adala dita summer OK 然后 apabila cubaan adalah besar Kepalangkalian experiment itu akan ikut Kepalangkalian theory 一样的吗 跟前面的 刚刚我们所做的那个 Kepalangkalian experiment itu Mohambeli 它上面写的是 Mohambeli Mohambeli Kepalangkalian theory 如果你要抄 你只可以直接抄前面的 那来到了第二题 也一样的做法 你把它算出来 它的Kepalangkalian OK 然后就给它一个可心不烂 好 来到了下一面 13面 13面 我们教一下 就 今天应该是 教完 但是不会叫你做完 我看你会哭 如果我叫你做完 对不对 OK 好 来第七题 第七题 两种衣服 一个长袖 一个短袖 特别 七十多 八十 八十 两种 两种 五十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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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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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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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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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地方总共有多少件衣服 总数第一步 每次都要找出来 所以你看example 它每一次都是把总数先处理掉 然后呢它要的是什么呢 它的题目是 Chari Kepalang Kaliyan Bahawa Baju Kampenja Adela Lenggan Banjang Lenggan Banjang总共占了多少件呢 Lenggan Banjang总共占了七十件 OK 所以总数一百二十 七十除以一百二十 OK 你看到啊 这个应该跟前面的有一点相似 所以这两题你完成它 如果你明白我刚刚的example 这两题你完成它 首先第一步一定是总数先出来 同学们 总数先出来 然后才来处理Kepalang Kaliyan 看它要你找哪一个的 OK 所以这一个请你完成它 然后我们就进入十三点三 十三点三很简单 同学们 Kepalang Kaliyan Ballang Cup Complementary of an Event OK Palang Kaliyan Ballang Cup就是以外的 它不在那个group里面的 OK 我们example啊 example看一看啊 你的穿图啊 A Yalabaristiwa men dapat number gandje Dari satu hingga seratus 这样如果我现在要A Palang Kaliyan Ballang Complementary A OK 就是 我要拿所有的 刚刚它要 它的A呢 要求的是起数吗 单数 那我就 所有的单数 如果在Palang Kaliyan Ballang Cup的话 有一个小点 或是Complementary的话 基本上我就不可以写Gandje了 我就不可以写Nombo gandje Ord number 或者是我们讲的单数 我就要全部写双数 双数不是它的主缘 这样子的意思 OK 好我们来试试看看A 同学们 A The event The event is a concern It's chosen from the word innovative 现在我要A Palang Kal A Palang Kalia A Palang Kalia就是 它这边用的是Hurop Consumers 所以然后我选的就是consumers consumers就是那个ABCDEF 就是normal的啦 另外一个它的朋友是谁 Vo Ka 就是AEIOU那个啦 所以A berlengkap 他要用event describe啊 huraihan嘛 huraihan就是比较有句子的 你就写 the event that the event that a vour is chosen from the word innovative beristiwa satu huruf consumpt 是错的 consumpt不可以用 beristiwa satu huruf waka dibili daripada perkataan innovative ok beristiwa satu huruf waka 不是consumpt 因为我一定要跟他叫 perlengkap就是 他不是属于consumpt的 那个成员 dipili daripada perkataan innovative ok 我们来看B the event is choosing a male student from a group of student beristiwa memili seorang murid lelaki daripada sekumpulan murid so in the B perlengkap是什么 peristiwa memili seorang murid perlambuan perlambuan daripada sekumpulan murid 应该是 kenda tell chuan来的 ok the event of chosen are female student from a group of student peristiwa memili seorang murid perlambuan daripada sekumpulan murid ok 第三题C the event is obtained a multiple of three when add a dice is thrown ok 就是那个 saitz perlengkap perlengkap pagi tiga apabila sebeji dadu di lambong ok C perlengkap se什么 他刚刚 讲的是那个 kendaan multipular tiga 对不对 is obtained mentapat 所以 peristiwa tidak mendapat kendaan bagi tiga apabila sebeji dadu di lambong peristiwa tidak mentapat kendaan bagi tiga apabila setiap ok setiap sebeji sorry sebeji dadu di kendaan 以外的 那现在我们进入成员 进入成员就有一点点复杂一下咯 ok s呢是这样子 a是这个成员 那a perlengkap是谁呢 4吧他哪去了吗 a perlengkap就剩下的咯 2 6 10 所以260 第一个格子 偷区 最后一个格子 ok啊 这个剩下的你做啊 那现在下面 最下面啊 最下面也是很考脑袋的哦 不是什么新东西 来的 基本上 ok 7分之1是a a perlengkap是多少分之多少分 7吗 所以是7分之 6咯 9分之5是a 9 p peristiwa a perlengkap是 9分之 4 p a 等于 0.12 然后他PA perlengkap就等于 0.8 8 看了答案吗 他跟他相反了 他剩下的啦 他以外 他不在这个 group里面的 ok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 啊 example我们看一看啊 看看那个就是 perlengkap啊 tun什么 perlengkap啊 然后 tentukan kepalang kalian bagi setiap peristiwa berikut terdapat 6 biji bola merah 10 biji bola biru didalam sebuah kotak sebiji kotak dikeluarkan dari kotak itu cari kepalang kalian bahawa bola itu berwarna merah ok 那首先我要知道 jumlah先哦 ok 然后 merah ok 这边呢 他资金我什么呢 他资金我什么呢 10 biji 6 biji merah 10 biji biru ok 我可以得到多少的几率是可以拿啊 是可以得到啊 红色的 ok sorry pukan berwarna merah 不是红色的 ok 不是红色的有几粒呢 他做的有点复杂 ok 那我们直接看不是红色的有几粒啦 不是红色就是蓝色啦 蓝色有10粒 对吗 然后总数是16 越减哦 二五十 二八 十六 看到答案一样吗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 ok 你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 就是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 如果他是一个教育 第一啊 如果他是教育 教育有多少人 八位同学 三位老师嘛 对不对 他是一个教育 是个教育 所以我就三位老师出于我的总数 然后就越减哦 三一三三四十二 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叫其中一个老师出来 然后第二 第二 第二不干所而让咕噜 第二不干所而让咕噜 ok 那有谁呢 八位首先吗 对不对 所以是八加一个校长 九 十二 三三九 三四十二 看到答案吗 同学们 简单啊 懂我在讲什么啊 ok 好 谢谢大家 那功课呢 很简单 功课呢 把旁边这一题完成它咯 十五面的 十五面 然后十六面就是 十六面就是 跟刚刚的 一样 但是他在你写两样东西 你看啊 不干答案 这边已经讲了吗 不干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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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这个 sat的重原写出来 ok 好 大概比如啊 我们来看看 那个 A啊 A 第一个部分 二个ping 对一支 di Lampong A YELA PARISTIWA mendapat dua angka 那么怎么写呢 A YELA PERISTIWA BUKAN MENTAPAT OK dua angka 他有两个 我不管他的那个 钱啦 对不对 所以他有机会 所以他是什么 我们讲的 花 头嘛 对不对 你可以用任何的字啦 如果那个 我们讲的花 代表 X 头 代表 Y OK 首先第一轮 XY 咯 他有机会得到 然后 然后 YX 然后 Y Y Y咯 Lua Uncle 你会得到 好 答案 然后接下去的 你处理它四题 OK 这个不难的 这个是简单的 这是刚刚我们学的东西来的 OK 这个你处理好 就是第17面 18面 OK 下一堂课回来 我们就交13.4 然后我们就进入考证题目了 OK 所以今天的功课呢 到达18面 到达第18面 OK 谢谢大家